2008记刑四中字第142号刑事判决书 是关于指控袁维东、陈锐武、王小敏、尚志鸿等齐名被告 共杀害八州市圣方镇六人使两户家庭灭门的判决书 所谓两戏灭门案是这样的 2000年12月22日 八州市圣黄镇税务警察队的队长刘多成和他的妻子王尊宁 六岁的儿子刘根三人被杀 在这之前五年 1995年11月29日 班运工杨昌林和他的两个儿子父子三人被杀 警方指控这两戏杀人案都是渝安威东等其人所为 我先说2000年这一戏杀人案 当时从东北来八州市圣黄镇搭工的渝安威东和他的妻子李杰 就在刘德成家的对面开设小尺店 所以案发后 警方首先回到渝安威东 2000年12月3日傍晚 警察就找到渝安威东李杰的住处 渝安威东不在 李杰告诉警方 渝安威东去黑龙江湖南县石人镇奥姆村的老家去交能业税 和他一块去交能业税的还有同村的陈瑞武 警方通过湖南县公安机关的协查 证明渝安威东陈瑞武在案发前 就到了黑龙江湖南县奥姆村 2001年9月16日 八州市公安机关没有任何法律手续 突然将渝安威东和陈瑞武从湖南县雅街到盛黄公安分局 正值的南县登上 咱们在南县公安那里 和西湖南县公安 一百五月市公安 成山市建立区 朝面京一百五月市公安 三百五月市公安 庄五月市公安 他们进来了 母家吃午就现在是小偷 那偷狗的那大个肯定母家养五个狗 晚上拿个铁锅出来了 现在小偷 晚上本来就不是抢 拿叭叮叭叭叭 给人家吃午饭 最早就吃午饭了 精心我今天帮钱了 钱了这个 这在这门口吗 这在这门口 这个门口 老太太给你出家 你出家就蹦死你 我就蹦死我吧 我儿子要你给你整走了 你就蹦死我我就死吧 我得看着下去 出家出家就走门外 你们看着我儿子 穿着灯开着着 母老头往里挤 老头快去挤着他 挤着就蹦死你 妈不得了 老头就往里躺着了 这灯完不如出家了吗 这老头躺着了走了 你那两人把母家儿子整走了 一个手 一个人转一个胳膊 就给他闹走了 这是盛黄坤局 盛黄坤局 这是盛黄坤局 2001年被抓 就到这里了 抓了一下直接 就到南楼 在这屋 在这屋上我行 用电话电棒 摇我啥的 这是南楼 再一个在北楼 北楼那边那屋 不是第一屋 就第二屋 那边属 在那屋也上过行 也是用电话电棒 两三个电话 有时候用一两个电话 有电棒啥的 有用两三个电话 摇啥的 那个北楼 头一屋和第二屋 然后电了 三天左右了 已经就才告 说的 你还不说呢 盛黄镇两千年 十二分 留在城的家被杀 不是你们干的吗 我说我来不两天 我就回东北老家了 我说我回之后 我拧这边出事 往都已经在家呢 再一个往镇上 那拍锁 那秦雪啥都去问过 你应该给我排除了 你应该害怀网 他说就是你们干的 游天晚上就告我 整岔的冤的元素 对 老师随我 随我潮湿 这家就是刘德成的一家 两千年被害那家 我是两千年十二分来的 然后我又十二分回来的 来到这个阿子找的元伟东 元伟东就在对个 开小吃啥的 对面这个阿子房 就是元伟东租的那个小吃铺 元伟东租小吃铺 开了半年 等我来那种找的那种都不开了 因为都不挣钱 然后就关了 我来这个阿子没什么待了几天 我跟元伟东 竟在小河西住了 都没在这家住 待几天后 我们就回老家了 回老家三五天之后 说这门就出事了 我妈那房跟元伟东那个小吃铺 离这不远 因为我老跟元伟东做菜去 他不会做菜叫我做去 有一天呢 元伟东说 他来个哥们 老家来个哥们 来了叫我陪陪铁 我去了 去年 当时人成人舞 那个铁 我们在一起吃铁饭 吃饭期间呢 春人舞跟他叫舅子 叫为春江 让人打起来了 为家庭那事打起来了 我拉着他们 之后 过了这么几个月吧 春人舞小舅子 为抢劫抢夺盗窃 二十多期 这关机官给抓了 之后 公安局都无力 都无力这么说 你举报 就对你 要凶行凶行处理 对你好处 他举报我们 在一块什么 一谋抢劫杀人 为春江当时一说呀 说由他参与 他就没让他参与 这些其他所有人都有 没让他参与 他就大家跟着一块商量来 他说他嘱咐 通饭 他不在 为什么把他 单独开店把他放了 放了之后 现在十多年来 活不见死不见死 就是这个事 在你被警方带走以后 警察跟你说过 就是因为什么找你 没有 没有提过就是 没有 这个举报人 对 后来我到看错以后 听说为这娘在里边来 公安局才说 他举报的 你之前跟这个人 接触多吗 你不是在 杨洋东小吃铺吃过饭吗 他都上这红 两口在这儿过怂着 杨洋东叫上吃饭去 抽没回饭 2001年 10月份 我当时在这个廊房 有一个盘店 我在这儿上班 刑警队的 给我打电话 在这之前我就知道 这个谁 杨洋东 他们抓进去了 因为杨洋东的弟弟 上我这儿去了一趟 说他哥抓进去了 让我们给请律师 又过了两天 刑警队给我打电话 通知我说 上刑警队去一趟 说了解一点事 我在廊房打车 直接就去了 上刑警队 当上刑警队以后 也不问我怎么着 先打了我一顿 然后说 你小子你不老实 说他们都说了 有你 你说你没做 就说都说有我 说我跟他们抢劫了 这谁 这个多利 他就说 你是不是这么着了 我说没有 我这没有刚说完了 后边就有人就拿电话 就就摇了电话 就电话 就对我行为逼供 所有的口供 这那笔录 都是他这么说 说问问我是不是 说是 没事 要说不是 就是一顿行为逼供 这一个手指的 缠一个 两手指的 两个手的 再不就缠脚指的上 一个脚指的 缠一个 大脚指的也缠 那个脚也缠上 为什么 两个脚指的 两个脚都缠上 然后有时候 二个脚指的 整个这十个 这十个脚指的 和这个十个手指的 全缠过这个电线 他们讲 用人就咔嚓 这么一摇 就缠上电流 电里 没什么浑身 就等我那 没什么烂斗一气 这是没什么 一面一骨 这两扭上 一拧 然后没什么 一摇这半啥的 它就缠上电了 等这头呢 然后就好像没什么 往这个 两个耳子上一缠 就这么一缠 它那边一摇 这电流就起到了 电里没什么 你这脑子没什么 哗就弄 它晃起没完 它出头停了 你拉倒 然后眼珠 就这样倒过丑去 丑的脑袜里 就像那个电汉 刺刺就点灯 点铁那个时候 就能冒到火花似的 刺刺在脑子里 就是那个情景 那成难受的 那自如很难受的 一般人受不了 那老婆姓 就跟电话摇不说 有时候 那大肠电棍 没什么 从哭 哭就是前开门 这里头 它就往生殖器上 给你缠电电线了 你不说 用那电棍 那肠电棍 往你卡不当里捅 没什么 耐上你那肠子气 和那 没什么 那搞完啥的 嘎嘎电 没什么一开火 电你更受不了 成了难受了 人就这么捅 人说假如你早晚也是死 你杀人了还不强力呢 我 teddy 成了难受 上午 上午 在他们 lights 都在 得有个四五个人吧 接近我们家就说了 我们是上网风居的 找你合适点事 让你跟上网风居一趟 他给我看上志宏的一个录像 他们录的一个录像 就是上志宏的录像的上面 上志宏的录像 他上志宏也是带着个铐子坐着 反正我看那个嘴唇也是干的 好像也是受了那个重型的那种 嘴唇都干得爆皮 他就在那儿就说 他就说 是吗阿敏让我去的 是 他就说 不知道 彭斯凡师哥说了个八一份 因为当时我听了什么听 八一份 阿敏看见我了 就是跟我说 让我就是故 故就是故人 就是杀了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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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谁 那个死这些猫 什么 姐 他说 他说他生气 生气了 老哥师哥打电话 我说我没有 没有干的事 我没有 我什么都不知道 没有干的事 我说你们去上志宏去 我一天到晚 他们打我的 他们 他们电我的时候 我就是这么喊的 我就是 我就是这么 就是这么说 我说 我说你们去别问我了 我说你们去问上志宏去 我说我不知道 我真的没有做 我真的没有做 就是这两句话 老师这么问的 这家死者的女的 最早说在这个 王一镇这个厂子 就是王一镇 原先有一个 其他修理厂嘛 是 在厂子当过会计 这全是杜郭烈 跟我说的 就是这种事 在调查王一镇 王一镇又调查 在王一镇这个圈里 又找出了 王一镇来 而王一镇呢 又在这个 拿着饭店调查 王一镇又调查出了 又说他在饭店干过 跟我认的 可是我呢 跟袁维东有认的 跟袁维东有 有亲属关系 这么的 他就应该 在领导的时候 这么给排出来了 他就说了 你每次 你就说 你真贱 真不要脸 你就是为了 让他跟你的什么 你就是 跟他发生了 多次关系 你就 你就 你就跟他有什么 你叫他干干事事 你就引诱他 让他 让他 让他有关系 他就一说 我就 我一下想进来 我说 我说 我说我没有跟上志 我上志红 确实是冤枉的 我说我没有 就是 跟上志红 发生了关系 我说我没有 让他干过这个事 我说你不相信 我说你让上志红 说出我身上的 有什么特征 因为我身上有 有 有 有特征 完了 完了他们就 就用 用那个 让两个女警察 把我带到屋里 和验身体 他这颗 就这么长个大巴 是 什么时候 咬的 这个巴 这个巴 有99年 生家小孩 日子 抛肤 他 一插发生了 他就知道 这个案子 就是 就是冤枉我了 但是 他就是 就是 韩斯这么 就是这么下写 但是他不打我了 就是不打我了 就在那刮了 那八天 八夜 九天 完了 就给我放到廊坊 廊坊 看厨所了 新闻 听审当中是春枪舌箭 所有的被告人全部放弄 对原来在公安机关控诉的一些事情全部都放弄 可以说没有承认的 什么理由 为什么要当时要承认 就是一个受到公安机关的 受不了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 当时公安机关这个刑讯逼供的情况 其实据我的掌握是比较普遍 但是说他所需描述的这种刑讯逼供 我还是真是头一次听说 陈瑞伍因为是把舌头咬断了 谁敢咬舌头 不到能忍受 不能忍受到什么程度才能咬舌头 你就可想而知了 公安机关出具了办案人员 相关办案人员 每人写一张 我没有行行逼供 杜国立写一张 刘若辉写一张 所有的参与办案人员 都是我在这个办案过程当中 没有行行逼供 结果公安机关 除具一致证明 说本案 在审理过程当中 没有行行逼供 这份判决书 终审判决 就认定了 就认定 没有行行逼供 办案说明 作为定案的依据 违背刑诉法 刑诉法的其中法定证据 没有办案说明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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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国立是在这儿吗 杜国立我不知道啊 您找杜国立 对 什么事啊 采访一下 采访 对 叔叔在一会儿 我给你看一下 嗯 好 你好 你好 你是杜国立吗 不是 我找一下杜国立 杜国立啊 对 你啥意思 北京的 北京的 对 我就是找他这个 问一下 问一下他以前 那个经手的一个案情 就是这么回事 知道你这一 嗯 他在不在给我个信 好吗 他在不在给我个信 好吗 嗯 我家一点 嗯 哎 他们有一个关键的一个证据 就是 袁伟东 交农业税票 在案发时 交农业税票的记录 那个证据 他们通过当地 就是当 袁伟东 他们所在老家的 那个大队的会计 呃 讲 就是 就是这个 呃 袁伟东找到他 让他那个 把日子提前点 实际上 他们写的那个日子是 24 25 26 所以说呢 这袁伟东呢 就是预谋啊 回去以后 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 让他成心的 写成22号 22号就好像没有作案时间了 就是这么个情况 但是呢 我后来我们经过以此期一看 江丽佳用前后三份证 三份证言 这三份证言呢 各不相同 而且三份证言呢 第一份 是在 大队部 第二份 是在 石仁镇 第三份 是在 石仁镇 判处所 所以说呢 最有用的证据 就是在 判处所那份证据 说到了最后 这种情况 前面都是含糊其词 从这个 从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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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这个轨迹上能看出来 江丽佳当时的精神压力也挺大 到底是受到谁的精神压力 咱不知道 为了核实这个 我特特意 我去了一趟 哈尔滨 我到这家 江丽佳山的 让你天津派出 就抢 那我还随便抢 然后到这边 没人看 没人看后 我说的 那个公社总 公社有总账 上公社看 到公社 叫那证费 证了一会 我说不能给拿账本看 你那律师 当然是律师证了 你不给你看行吗 这个是锁 这是锁 锁的锁 这个是这个吧 大队 这个大队 同一人 同时江丽佳 在同一天 收农业税的 手续 编号都是一样的 袁伟东那份 编号的那个农业税票 整整是在他们中间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袁伟东没有说假话 没有说假话 就这么容易核实的东西 他们不核实 他们就拿过来一个张票 拿过来江丽佳的证言 就认定他说下话 当时也有DNA 什么都有 他们说在那吃的包子 吃人家那家人家的剩余的包子 提取他们的纯纹 他就塑料袋里包着包着 也没有结果 他指纹提取了半天 也没有结果 所有的提取物 没有任何的结果 他们就拿他当证据使用 而且与他的口供相互印证 这时候我们就感觉到 他们在 就欲加之罪 就想把他们几人办进去 就想把他们几人办进去 这时候我感觉到他们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事 就是公安机关的命案被迫 原来是公安部的给他们下达的死命令 所以对他们命案被迫的压力比较大 公安机关的压力比较大 尤其是他们在95年发生了一起灭门杀人 这又发生了一起 那个没破 这又出了一起灭门杀人 再不破 然后对他们的释出前途 官运可能都受的影响 所以他们是非要破这案的 所以说不管使用什么手段 能破就行 命案必破 这个口号最早是来自于基层 来自于基层 我们尊重基层的首创 我们觉得这口号提的非常好 所以就在全国推动 2004年公安部 在全国公安机关部署开展 命案 侦破的专项行动 我们响亮的提出了 命案必破 这个口号 就是要求各地公安机关 在 命案发生以后 必须从执法为民的高度 怀着对人民群众 深厚的感情去破案 广大的刑警 在侦破命案 血与火的实践中 顽强拼搏 不破不休 毫不动摇地继续坚持 命案必破 这个方向 六三年到晚飞天之后 在这儿接着判决 都从这儿接着判决 它在外边 我在里边 在这儿接着判决 在这儿接着判决署 死刑 当天回去以后干嘛 回去给我带料子 我想不通 我正兄弟睡觉 谈的屋了 我冤了吗 二枕开完厅以后 顾兄弟没有不存在的 放了 不得是放了 我们打算故意杀人 我们打算故意杀人 那最后面随便盖 那最后面随便盖 有什么动机杀人家 有什么动机杀人家 别闹了你们上诉 谢谢上诉 这是咱们唯一的回答 第二次王熙江说 别闹了你接上诉 还接着啥 一步步来 对吧 王熙江 沈邦长请我跟我们说的 一步步来吧 来 您好 王熙江是住这儿吗 王熙江先生 您之前判过的一个案子 我来问您一下 现在我这么长时间也记不清了 你别想要联系 不是 您先看一下 我甭看 这不是哪一个人病的 那是集体讨论的 把这个环境有规定 不许任何人 自己私下间接触任何人的 可以通过法院 准备 没有准备任何人 也不能给你打 这个案子 从审理 从开始 拘留 到有终身判决 历时3699天 严重潮汐压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的终身判决 那一天早上起来 早上起来 早上起来啊 八天多 说出来开庭了吧 所以 就出来了 出来了 当时把我偷走个蒙了 靠子一带 撂子一带 俩人 俩大兵 拿警察架出来 交给大兵 架住 我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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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法院 传判不罪 撂子给带上来 回头看车才给撂子 当时一伤判 确实我顶不住 我哭得挺厉害 我激动 冤了十多年 我终于出来看见 我这老 老婆孩子 现在说不得又想哭 十 十年 十年 等了十年 才逗到这种节目 从此宣传 導致 乩 看起来 不见 Marian 明禾 好 经文 突然 慧 F 1995年12月19日,杀害杨昌林父子三人的杀人犯。 从原来一审三次判处死刑,改判为死判。 当时杀人了,杀完人,他不是因为投眼跑回东北吗? 一分局就怀疑到他去了,整个网上通缉犯。 后来我们沐南那块,东北沐南那块,不是有一起杀人案吗? 所有外地的都抓回去了。一看他不是当地的杀人犯,一看是网在他犯, 就给他送到这边来,给这边打电话,这边去车给他抓过来的。 其实他冤枉人,我咋知道他是冤枉人啊?他走的以后,这个我还没杀人呢? 他走后,我才走,他走后第二天,两三天以后我才走的。 我走后,这个才杀的人。他走的时候,他根本就有东北的,那个这边。 要我说他冤枉,只剩冤枉。我要知道他不是冤枉的话, 我要是不清楚这个案子,我都不为他跑这么跑的。 要我咋清楚他是冤枉人啊? 那开庭的时候你没说吗?就是口供是那个? 我说你也不让我说呀。 开庭的时候你没看到他多凶呢? 那时候你事不不敢,下来都不像样的。 谁敢说呀? 当时两个证人就能证明唐富武不在胜房。 人家在东北,证明他在东北。 但是人家不采纳了,根本就不采纳了,不要你说。 说话都没用的。 跟我们那个证人王老六出庭作证了吗? 王老六给判了八年,他给判了八年。 还有我老姨父,我老姨父作证,人家都不给采纳。 还给人王老六整夜, 后来我看着王老六给人打着,一开口供。 第一次出庭的时候就作证。 唐富武没有作案时间,他不在这边。 是,他俩一起走这道。 但是呢,就是说,然后把王老六他抓起来,还判刑吗? 其实他走的那天晚那天吗? 他那火车票还真一直留着。 车票还真? 没有误证。 张近平的口供,张近平的这个陈述,或是正眼,指认。 又和多处相矛盾。 又不出庭,又没有录像。 依法是应该排除。 是吧? 那么,剩下的证明,证明他们杀人的,只有袁维东和唐富武的口供。 在同一个案子里头,前一个案子的口供,以分明证明是假的了。 那么,这个案子,因为那个案子栽上的, 这个口供是真的。 这个逻辑是很荒唐的。 那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么学口喷人。 那边这个。 那边这个。 那天我走上来看。 你看 沒事吧 這個是 事件報告嗎 1995年 11月29晚起點 生活在東風街 東風街村 東風街村民 張金平 見到門口自營的自營車 因為是來客人了 當張金平走到外務間 外務間時 被人抓著頭髮 拉著進去 他說 你把狗打死 你不打 今天我們連人帶狗一起殺 你看 說完 說完 講起打婚了 張金平蘇醒過來 發現丈夫楊昌林 和他的兒子 楊雪松 楊山一死了 院門 院門後翻鎖著 邊從槍頭趴起 上看 王英生 王英生得知 情況邊 7點半 35分 到公安局報案 就這麼說 你說能殺一次殺嗎 他根本就不認識 進屋就抓著頭 我打死了 我已經打婚了 他根本他誰也不認識 他就指引就生效了 1995年 的时候的现场勘察笔录 说您就是 当时是晕倒了吗 一进门就被打晕了吗 然后到2001年 您录的那个 杜国立给您录的 那个口供的时候 又说是您在装死 然后是看见了 他们长得是什么样 那您当时是晕了 还是装死 他跟家伙他打我 一进门口他打我 我一进大门口他打的我 打的我他弄个墙啊 他走着我就闹着 早了哭了 早了哭了 我头很长 掐着一个掐子 你录着了 对 掐着个掐子 他进屋 他两人揪着半边 他奔过来 揪 揪着屋就没看 就复杂的 他都困上来 都困上来 我这儿我刚才没看 我一进屋就没看 孩子脑袋上也流血 脑袋上也发症了 咱不得着急嘛 对 我那个想法还太静静了 不是他死子那么死 真活不了了 我说说门口这儿也不是有 有那家门窗户 有个锁门的铁棍 怎么着也是活不了啊 你打不啥我 我说打死你 我这儿刚刚拿铁棍 那就是鬼子说了 你也别动手 他就上这儿来问了咱们有点事 对吗 还有假扣呢 他就堵住我个嘴呢 你发你发一枪 你这扑 还有假扣你这拉住我呢 无论开这电视 我都说上过去开这个电视去 关上他 有妈的事你好你说 我说你要妈我给你妈 你说别伤害那姐姐几口人就行 对吗 他妈说着你 他不找我管 他开这 他就开到头来 哇哇的无路电视 那些两孩子叫 都绑着来 小的没绑着 小的一个点的妈 能弄得我皮活多 我说你 我还老拍他大他 能弄得我口子赖过去转 他就坐着你这么个假扣 我轨着这儿了 我养着他 我说你要妈我给你妈 你要钱你我给你钱 再说无论没钱 对吗 你这别伤害那姐姐几口就行 他说你知道不 他这句话问我 你知道不 你要是你们家的狗 没别人 都是他们家 他们要的 花钱固定他们 他说花钱固定他 我说谁固定你 你不用问 我这管他就这么对着脸 你说我有个认不出来的吗 只认对面有几个人 让你去挑 是啊 就是有人带着刑具吗 就是他们这四个人里面 带着是交料 对对对 有 有几个人带着 就有一个人带着 就是然后那带着刑具那人 最后是您指认的那个吗 对 就是他 您当时就是事隔六年以后 就是为什么就是能这么这么这么肯定就是他呢 哎呦我好个假困这是当时不当时 哎呦你都别说了 你知道吗 你现在这个社会 现在这个社会 复杂的很 你说的好 你想想啊 你说的好 你现在没说一个字 你都有责任 对吧 我只是跟你说这个吧 你哥招货上身 主要人家 法律被你绑着好 人家故人还撒你好 主要被你哥撒了 还不错 你别连我这家都连上 啊 你想想 如果说借个难的还完不了 咱俩打住吧 我可不能容易你被我这一家带撒去了 都是上次 刚发检察院他我忘了啊 来两人 完了事 三天三休 你可以问 我找了他 他又找了 都快都快被我气死了 我是又又急不得活活不得 他就说 早上今天一家 看看你 你这个说圆的还 那圆的还 我妈不圆的还 他签字不是 嗯 他签字不是 哦 您一点 一个字都不认 一个字都不认 那您那个口供上最后不得签字吗 你怎么签呢 签字一会儿 我哥这个名字用不着写上来 一般情况下 我今天手那会儿疼的时候 都是别人给签 哦 那他得让你看一遍啊 嗯 看什么 看字啊 对啊 一个字都 那都是看我个名字的 你找着那个故人的 嗯嗯嗯 那不顶 那不顶着个墙 对吧 找人吗 找一下姚文艺 我找着点事儿就是 找谁 找姚文艺 姚文艺他们家 姚文艺啊 对 这个吗 哎 您好 您是姚文艺是吧 找一下您孩子姚文艺在吗 嗯 采访一下 采访一下有点事儿 不在 不在 咱 咱 咱 我跟您 聊两句 行吗 他不是 啥年 嗯 多了啥年 01年 谁啥年 他雇了两个人 那会儿说着他雇了 姚俊来 这才胡十八六的 我给您看看 那个当时的笔录吗 我不是 那样的 啊 95年秋天 在邮局东边 胡同第二家门口朝西 住着一家人 我找袁老黑 让袁老黑把那家人杀掉 然后警察问 为什么找人把他把那家人杀掉 回答是 因为有一天在街上 我骑自行车和那家男的 吵起来了 谁也不服谁 然后问 这是谁做的 你出的钱 这是公安局做的 区大的 区大的 是吗 区大的成长你的 哦 那就是区大的 他出了时候 谁都垫着 从这都 看起来都可怜 什么 您说 看起来都可怜 拿那个垫垫的 给孩子 那儿到家就小说的 到家就说 爹妈 那你一辈子的 最苦都收过来了 拖了四万多元帐 给他弄出来 徐大成长 这个钱是交到哪了 交到公安局了 现在那个 后审是交两万 说完事 后审完事给 现在都不给 是谁收的这个钱 行度的 不乐意找事 人活了就得了 活了就得了 人活了就得了 那些都给他们打了 是吗 那些店都给他们打了 都电动了 分居里找的那么大堆 找的那么大堆 这是找这个要准来 找要准来呢 那家的谁都不知道 不知道呢 说有事 说问问有什么事 就调查调查事 他那一问 他那个嘴说不出来 他是结巴 但越着急他越结巴 等着他说出来了 人家又大上来 你要想他用个笔写一下 他不是字 又不是个字 你个孩子 也不是字 不是字 那他这个签字 是什么人签的 不知道 这个名字 名字会写吗 他 我让他记得 这会儿发生 很 很 很可爱 我看谁写下那个 你看他写 是他写的 这不 都是他写的 这个面也不是跟鸭子 不他写的 嗯 看这个女子旁 看你上去女子旁 跟你一样吧 什么他 他上看什么 嗯 嗯 看一个女子旁 这个女子旁写的 这上有吗 这谁 元老黑 元老黑 元老黑证明啊 不是不是 是说他 是说姚俊来 雇元老黑 和汤红古 元老黑 元老黑叫元伟东 东北人 没什么回事 他都跟他们 都不知道他人在哪儿住 他醒完叫 你没听说过这两个人 他都没见过一个人 那你还得不个外人来去 来这些人来 我可跟他对证 找一下刘若辉 哎 你好 你原来是在那个 盛房做刑警吗 你什么事 您看一下这个东西 这笔录是不是 您当时做的 这个事是 不是我没有 我记忆 做事是什么 记忆不清 没法回答你 坐我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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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要坐这 我叫 不是 您别拿 你别拿 你干什么呀 我就是这个 从中度 你不能给你 您做为当时的这个人 不是您再聊两句 行吗 哎呀 我三个 不知道了 我行是不知道了 不清楚了 我上到办公室 看了一下 他不在了 哦不在啊 对 今天不是工作时间吗 他有可能有工作外出了 有工作外出了 对 这都是我们这 信息 这是信任队 不可能 是啊 他不是信息中队的吗 他还不做班啊 啊 信息中队也不用做班啊 信息中队也有出差的时候 什么时候回来呢 这我也不知道了 因为我们没见到任务 我 怎么了 我不快给你去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东西拿着家里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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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去 不在意我的灯 我呢 不在意我的灯 长点不要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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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我了 弟弟 哎 你没法呢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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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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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家咋领啊 说迟到 百开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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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美女 你们上行 别 wynomi 俩这样 人曹 你叫我们征服人上的房子吗 你上吧 压我们11年 怕我们三个死刑 无罪释放了一年半 到现在不光解决 攻击法没有意义的来 让我们家属和他们 我们这些被害者 这些我们属于被害者 你啊 你这么说 跟我们说这么 你不当事吧 对 你打这个 我为啥跟你们说呢 因为你们这么阻拦网 网也不当事 网站着跟领导 跟领导 你这个 你这个房事不合 这个房事不合是 咱们快去 咱们快去 你去 走 你去 撤呢 你了 你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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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撤 完了 要别玩了 真 有 对 确实 来 来 来 反应我,你也挺一发游戏 别让了,我听我说 我跟你说,你反应我,你也挺一发游戏 知道吗?你不一发游戏,你一长半天 我跟你说,你在这儿长得黑 我是老百姓 你在这儿长得黑 你现在无罪释放了 你长得黑,解决了问题吗? 解决不了问题,会让他打人 他们说国家就有什么事,我跟你说 我赖了,我赖了,有什么事都可以跟我说 就是他讲的,就是他代行劲那个 07773,就是他 就是他 07773 就是他 07773 就是你 大哥就是他 我告诉你,我爱情很大 有三个星期,有三个星期,有三个星期 你来,我们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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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想跟他们冲啥店 我还不知谁打呢 你们那么先认呢,我哪知谁打呢 我看见你打了 我们只不上网,逃个公帐 你们就让打人 谁打呢 我们在拉道上,不抢劫,不放火的 你们就打人 我都看见了 他们说也制造冤甲村 原委动物,他说 他问我,他俩没有罪,跟你关了十二三年了 不放,也没有罪,也没有判 不放,你们怎么做的,这是冤甲村的 还给公民的权利吗 还给我们老百姓的自由吗 说有问题 我们就算杜国力,游软灰,草菅人没有制造冤甲村 采取一个合适的方法 正确的方法去查一下 正确的方法,我们已经走了十三年了 不好使 现在都说,对于这个事,因为这个事,你们拒绝 就是,今天一六生啊 我不是特别,我不是特别 好使吗,我们已经,这场走了十三年了 没有用 我还说这个,说这龚南区,只负责 那是哪个法院判的 那我呢,现在是法院判的 他是,是吧 他是廊房法院判也好,是施政法院判也好 他是哪个法院判也好,现在是法院判的 你们廊房的法院的权利 大于法,残人的杀死 他犯了判死刑,没判死刑 那是不可能的,任何人都得依法办事 我已经上访十一点了 我就没怕过一个人,我独大的事我都敢说 我敢话,我们没做的事 我走到天下我都喊冤 人民警察是被人民服务的 狗障人士不给老百姓做主 回家吼孩子去 赶紧扒着狗皮子,扒皮子 扒皮子,扒皮子 现在他们和谐社会 是新年平的领导下他们和谐社会 和人家和谐社会 和人家和谐社会 他妈咋也和谐社会 拿下拔套房,警道房,都怎么 不那么贪污社会得来的 来的谁妈扒皮子,怎么公司正在去 我越发信越凶事 我已经精神病了 我还不怕任何一个人 街是老中医 街转着吹牛逼 头疼脑和血压低 跟我没关系 你要吹牛逼 你不如打飞机 又省钱了又过云 还没有压力 吃的没关系 喝的没关系 吹牛逼的那些人 都没有实力 有人吹牛逼 就找老中医 一顿无海逼 把脑袋打放屁 街是老中医 街开着拖拉机 全国各地四处跑 他专制吹牛逼 我手拿大疙瘩 我腰挂的笔机 身穿一条大裤衩 他们嘴里雕欲行 街是老中医 街整天笑嘻嘻 听见有人吹牛逼 我就是一顿提 街是老中医 我吃门也打地 有时候也找俩小伙 我怎么玩一把三匹 去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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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吹牛逼 你早晚让雷啼 雷念要是屁不起 还有老中医 不要吹牛逼 谁吹谁还提 顾问的就是老中医 我专制吹牛逼 我曾经在廊坊中医院 在廊坊中医院 并没有复印机 在他们门口旁边 一个营业的小复印机 所以他们跟了一个法官去 当时呢 我跟那个法官就说闲话 我说 我说你们这个案子 我说你们现在得办案子 我说你们不怕办假 办错案 因为我了解 好像是错案有追究 错案的那个 对他们法官的本身 那个这个 业绩方面至少也有影响 人家说了一句话 是我真是耐人寻味 不怕我们不怕 我们有会议纪要 所谓的会议纪要 最底层了 就是审判委员会的会议纪要 开会讨论案子了 往里面有纪要 谁做的主 那就有记录 这是中国司法的一个特点 审案子的不定案子 定案子的人不审案子 这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会议纪要 就是三长会议纪要 检察长 法院院长跟公安局局长 用谁来 谁来召集呢 就来政法委书记来召集 研究讨论这个案子 你说这种案子 要三个机关做在一起讨论 怎么相互制约 第三个 主办案件的专案组组长 霸州市公安局局长段尚和 最后在后边的急审当中 他居然到了狼房市 当政法委的常务书记 常务副书记 他就主管着他们 他们怎么办案 召开三长会议 谁敢把他办的案子给他讽了 明知道律师大量的质疑 大量的问题都客观存在 他们仍然的要继续跟他们办下去 就是一个解释 他们有意识想办错案 они都很合理 有没有请 他要做个很少的 里面的名字 是不適合的 你有没有请 你有请 fate 我是不是 四海人是悲哲 老大 你忙了 什麼時來的 我剛到 剛到是吧 你吃飯了嗎 吃飯了 吃飯了 你先忙 要不我沒說兩個話 我們走了 你忙的時候我過來等 弄點水吧 他不接我的電話 誰呀 就是那個誰啊 就是 这是刘世文 为什么啊?他怎么知道您是怎么办呢? 不,我给他打几回,他不接 你现在要方便你给我个电话,他要在 你打通,我给他说几句也行 就催他开庭 他下午会这样吗? 他不在,没办法 喂,请问是刘厅长吗? 是 我是那个吕宝祥律师,袁维东那个律师 领导什么意思啊?开庭不开庭啊? 我听不清楚你去 最高法院关于这个 刑事案件的这个 防范错案的这个工作机制 咱们听审视中心啊 别看那个,别看那个,这就对咱们有利的 但是这个事儿没定的,没定的啊 你先把你的辩护词给我寄过来,行吗? 过去我们都有辩护词了 根据这个什么二审用二审程序监定 这个必须开庭啊 我说,法律说了算吗?你说了算吗? 我说了也不算 那谁说了算? 市委会,我们怎么认识 现在他父亲病得挺厉害 这个案子拖了13年了 我跟你说过,他父亲病病 跟这个案子没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啊? 潮汐巨压有没有关系啊? 咱们这位 现在还什么潮汐巨压? 我是他的辩护人 这个事情事实不清楚 证据不足 你们两次发还 发还了几回了? 他挂了 走吧,好的 好,好的 好,好的 再有腰拎子就齐了 也不敢把你捆绑了 我都说他 你坐下我的腰拎子 拍出嘴的也是我的 他跟我跳起 我说我也认为你们的姨 我会想到有什么地方 那么很容易 我会想到那里 你会很难看 我会想到哪里 我会想到哪里 他在军邦里 你会想到哪里 我看了 好,好,好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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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好,好 那边那个杨伟丁是在那边吗 好啊 不是我是说他那个 我过来 然后来这边 然后我这 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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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杨伟丁他在那边 他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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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一个照片能放出来吗 中间这个是他 太小了吧 就是太小了 没有最近的 就中间这么一个 这二十几星的舌子 这二十几星的舌子 那是老头了 四十几星 十几年前呢 我这弟弟圆伟丁 被圆入狱之后呢 母亲 为了给他 身冤告状吧 到了那个 哎呀我一说都说不来了 就去了石家庄最高院 突发脑溢血 当场就死在了石家庄的高院门口 当时法官啊 法警啊都看到了 根本就没有人管 现在没有办法 只能把它寄放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荒废的垃圾场旁边 在这个荒废的垃圾场旁边 老太太死的眼睛都没有闭上 就想有一天 袁伟丁出来嘛 要给他一个交代嘛 再把他带回东北 这死了以后 这就麻烦了 这事也多了 他那里还能见破烂的 干啥都能干 在铁上边你看这相片多好 多好个人 你说他真把磕头磕死的 咱俩 现在真他妈难受啊 优优独播剧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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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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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